出六大调查的发现 五大续追 林宅血案四十三年 监察院调查发现 当年的调查过程很有问题 情治单位介入司法 我们把它留在第一项 一九八零年发生在民党前主席 林英雄家中的不幸事件 林英雄的妈妈与两位女儿不幸身亡 经过四十年 监察院在三年前立案重启调查 列出六项重大为师 包括警种等情治系统 介入司法侦查操弄媒体 误导方向以及包庇犯 润嫌 运用黑道等 另外也列出五项 應繼續追查事項 其中包括命案 現場采德十二枚可疑指紋 目前還有一枚指紋 還沒比對出相符者 應該應用現代科技 繼續追查 諸多缺失羅列 监察院通過糾正行政院 就一直會追下去 中間有很多的歷史資料 是沒有辦法找到的 他是真的不在 還是隱匿 所以我們是覺得必須要繼續追查的 只是事隔四十三年 监察院提出報告 接近半百的悬案 依舊未解 當事人林英雄心中的傷痕 也再次被掀起 林英雄先生有傳回了一個信息 他說你們說 問我的話 就問得不曉得多少多少遍 你們只要告訴我 凶手是誰 三日新聞中報導